下面引用华言妙言品 经文上说 一切法门无境海 同会夜法到场中 这是赞叹华言 一切法门无量法门 谁说的呢 设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 不是一尊佛 无量无边诸佛了 宣说的法门 无境还是碧云 同会夜法到场中 真夜法就是花言海会 我们在此地要晓得 华言海会最后 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 到归极落 华言的圆满 在极落世界 所以 温书普贤 法愿往生 不但他发愿 还带着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神大使 往生 往生净土 我们说实话了 要谦虚一点讲了 温书普贤 上讲的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无境还 同归夜法到场中 这夜法就是无量寿金 就是 幸运持民这夜法 这一切法门 那这还得了吗 这是四十 由经典做根据 不是随便讲的 大俗乐 这个大俗就是 欢迎心俗仇 清凉大肆的住宿 如海一滴 举北传为 海水一滴 整个地球上 所有这些河流 水都流入大海 这一滴海水 就是整个地球上 所有河流里的水位 在海水的一滴 那贝尔川比什么 贝尔川比于 无境的法门 就是一切法门 海水一滴呢 是比 华盐海会 华盐海会 最后都归 无量寿金 归基罗世界 那这一滴 就是 西方基罗世界 就是 幸运 持民的法门 我们要这样去体会 你对于 金宗法门 在真的认识 真认识之后 你就不会改变念头 你就晓得 我学这部经 我在这部经上 成就 就是成就 一切法门 无境海 身到西方基罗世界 等于同时身到 一切诸佛刹土 这一句阿弥陀佛法号 里面同是 一切法门 一个法门 都不漏 是为 慈门之宣义 宣妙 宣傲 阿弥陀佛